講到這一次的巴林奧運開幕式 是史無前例的水上開幕式 而在登場前 各國選手的進場服 珍奇鬥彥就成為另類焦點 像是蒙古代表隊 就以傳統長袍搭配刺繡背心 被稱為是最美進場服 而海地代表隊則被認為最具象徵性 家園面臨嚴重動盪 繽紛色彩象徵重生 帶著希望拼戰 地主國的法國則選用經典國旗色 作為主題 而我們中華隊的進場服 則被誇讚是細節滿分 結合時下最夯的永續環保 與當代工藝 這西裝外套是用探補桌回收布料 內搭則是摺纖維與兩感布 印花上的Chinese Taipei的字樣 翻轉文字後會變成加油 充滿巧思的設計靈魂 來自鬼才設計師周玉穎 已經連續負責兩屆奧運進場服的他 這一次結合九線式八領域的 臺灣之光合作 要讓臺灣精湛的傳統工藝 再次站上世界舞台 這是我們用一個跨界的概念 然後集合臺灣應該講說 來自於四面八方團隊的精英 總共是橫跨九個縣市 然後打造一個超級的夢幻團隊 他叫周玉穎 連續東京與巴黎兩屆奧運中華隊的 鏡頭服借由他一手操刀 他身上以臺灣地形風貌 與文化為靈感 邀請各領域的璀璨達人 跨界合作 要向全球展開時尚外交 外套的部分是用這個碳捕捉 就是廢碳氣去捕捉 那上面加上我們這邊特別設計的 一個山海成員的提花紋路 所以近看可以看到的 提花紋路都是立體的 跟上當下最炙瘦可熱的永續潮流 其中外套的設計概念 源自於把二氧化碳 轉化為高品質布料再利用 就算是內部搭配的材質 也相當講究呢 這一搭的部分是用褶纖維 那褶就是一般運動員 會帶一個褶的項鍊 然後會促進新陳代謝 增加負離子 所以它是穿著一個森林在行走 那除此之外我們講的 就講這像一個賽道 運動場的賽道 四面八方組成 也是四面八方的英雄 來一起匯合 那這些一個一個 這個其實是每一個 輪廓區的地圖打開在重組 所以裡面有台中 台東 高雄 所以所有的輪廓區都有 以隔溫方式 重新排列台灣行政區輪廓圖 象徵著選手們 從各個方向匯聚而來的賽道 最有趣的是 翻轉中國台北的字樣 就變成了加油兩字 設計的巧思都藏在細節中 那另外其實這個印花呢 你實際上近看 可以發現這印花模式是立體的 那它這台印花機全台灣只有一台 這是在噴大家都知道的 百年精品包包上面的印花 是同一台機器 所以我們把規格都是拉到最高 台灣先進的印花技術 一直是國際間的橋出 遭在世界精品舞台上大放異彩 自西橋這回奧運中華代表隊的進場服裝 從頭到腳有回收碳製成的布料 科技十足的兩感衣內搭 到用香蕉絲製成的腰帶和鞋子 真正把永續與時尚 還有科技融合在一起 而周玉穎不只替中華隊設計進場服呢 像是大家熟知的翠玉白菜 在周玉穎手中將故宮千年古物 登上國際伸展台 利用國立歷史博物館 點藏知名畫家常玉的作品 此外周玉穎也擅長在其他作品 把西方油畫色調 與東方文字結合 既前衛又大膽 把華夏文化中文字 放在衣服上面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最早做的時候 很多人是完全說 誰會穿中文字在身上 直接跟我說你是茶樓嗎 你是茶樓會把中文字放在身上嗎 但是這幾年會發現 這其實已經是一種風潮 台灣的時尚走在前頭 即便是傳統工藝也不若人厚 其實四色牌它 就是玩一兩次他們就不要了 因為他們會覺得會作弊 所以他們其實會有很多 很多剩下的四色牌 警察局也會沒收 沒收的也可以跟他們要來 用被警察沒收的賭博四色牌來剪紙 只要紙剪得好 接下來的畫朵形狀 將會非常迷人且獨一無二 而這次中華隊身上別著的胸花 就是蝉花 又叫春阿輝 這個創意作品融合了 剪紙 鐵絲 集絲線 以手工纏繞方式而成的工藝品 每一朵蝉花都猶如真正的花朵 繽紛綻放是台灣傳統手工藝的經典代表 台灣它到處都有油彩花 所以它是一個很平常很平民的花 那它的花語就是代表說 它可以前進夢想 無所謂一句 所以設計師覺得它的花語很棒 所以他才請我幫他做油彩花這樣子 可即便是擁有二十多年蝉花經驗的林佩穎 本次特別挑選了十五位資深學員 為中華隊打造一款獨特的油彩花和梅花設計 別再林口當熊花 但漫長的工時以及纏繞的複雜程度 幾乎讓他們瀕臨崩潰 我做的時候就是過年期間 大家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樣的休息 都是在做我們的東西 然後等過完年要拿來檢查這樣子 那因為梅花也是我們第一做的 油彩花是後來才做的 那我覺得因為我剛開始也覺得 梅花對我來講是一個挑戰 油彩花的配件又更多 對 所以相對的 他們兩個一樣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是他就是一直處在 產好然後檢查可以組合 要高度夠不夠不夠 要拆掉重來的狀態 把這一次選手要帶出去的作品都做好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的選手可以美美的 把我們的傳統的東西帶出去 然後讓外國人知道 我們台灣的傳統有這麼美的東西這樣子 然而設計和實際製作之間 縱續存在著一條鴻溝 也曾讓林佩穎感到一個頭兩大 我做出第一朵梅花的時候 全部是白色的 那我想說因為他就潔白 那周遠就覺得他太白了 所以他跟我說他想要透一點點紅 那透紅對於我來講 就已經有一點點 我覺得好像他是在為難我 那在當時我克服了以後 我讓我們的工班來製作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他在剛開始產的時候 就要接線 他們就覺得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剛開始產的幾個禮拜 就是廢品會非常的多 這種梅花的創作歷程 充滿了無數次的波折與挑戰 在戰爭各種困難 當第三款花心問世時 終於讓設計師點頭成讚 林佩穎形容說眼淚都快要掉下來了 我再做長一點讓他感覺喜氣一點 不要覺得說他就整個一個是那麼白的東西 所以這個透紅就是我們後來才變成 這個形狀是設計師覺得這樣子透出來的感覺 他比較喜歡 這位曾經是一位擁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幼教師 在一次偶然機會裡不知不覺 做上了一條充滿禪花錯綜設計的路徑 像是送給神明的貢錢花 或者是送給我邦交國的禮物 這回不僅登上了中華代表隊的入場服 也成為總統賴清德就職典禮上 西裝上的亮點配件 因此變得格外有意義